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郝老师 欢迎你收看财经趋势 专家面对面 我们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 也非常迫切 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YouChannel频道的董事长Jerry Jerry到我们当中 当然要接受他的背景 孝红博士 他是台中美文化上面科技的先锋 他是创投家 进一步 他是文化做生意的专家 第三 他更是互联网 而且他是通讯业的先锋 所以我要让他来谈一谈 对你心中不平安的这一波 整个科技 还有半导体的跌幅 他有什么看法 所以不仅要讲what 也要讲how 甚至next step 对你绝对有帮助 我们请孝红跟大家能够打个招呼好不好 谢谢你 郝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有荣幸 能够跟郝老师在这里对话 虽然我们碰见的百年挑战 不见得都有答案 不过我们一起来试索 孝红博士到我们当中 这时候关节点能够帮我们解惑 我问第一组问题 希望孝红能够帮助我们一下 第一个 你看NASDAQ到目前为止 今天进摄影棚跌了34% 对 半导体有的跌57% 所以我想问第一组问题 你觉得到底现在我们科技行业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的确 我们先看一下表面现象 因为史坦普500 基本上回到两年前的水平 Dao Jones也是两年前的水平 NASDAQ QQQ 基本上是两年再加一季 去到2020年年终 Mid-Year的水平 最靓丽的科技龙头股 苹果还不错 回到去年年终的价钱 对的 所有的个股都是以25%起跳 对 那有些事实上超过60%我们来讲 那至于说微软 Amazon表现相对靓丽 回到去年春天的水平 对 然后再往下 Google就要回到2021年年初的水平 冲击不可畏之不大 如果再讲到半导体 像你刚才讲 半导体这前三大逐龄厂商 Intel AMD NVIDIA 基本上是掉到60%到65% 掉掉了60%到65% 起码腰斩 如果你看半导体指数 基本上也是一个腰斩 那么也是回到两年前 冲击当然是很大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第四次产业革命没有停止 这个产业革命是一个50年的周期 你要参考你要看150年前到100年前 清朝的时候 美国第二次产业革命 从飞机汽车 甚至到电话 从1870年一直到191020年 最后家家有电 这样子 我们暂时把一战除掉 暂时把西班牙大流感除掉 所以这第四次产业革命 到了第三次 我们都经历过信息产业 个人电脑革命 80年代90年代 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 所以主轴没有改变 5G AI BioTech 各样的分子生物科技 甚至量子运算 还有云端以及边缘 这都没改变 只是在这个时候 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科技股 其实从科技的产业来讲 并没有基本的调整 仍然往前走 只不过碰到一股逆风 我先听到这边 也许有什么后续 我们再继续来讲 听起来有一点像 现在的科技股 或者是我们整个戏股的 我们的工业 一方面要60mile per hour 往前开车跑 又要换四个轮子 所以既要往前跑 顺着第四次产业革命 持续的成长 但是问题现在 遇到逆风 又要换四个轮子 结果你会认为 给我们观众朋友 如何度过这难关 好 这是两个问题 因为郝老师开始问的是 产业的方向调整 对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度过这个挑战 这是一个不完全一样的问题 因为个人的回应策略 和产业企业方向 不完全一样 所以说我们看 比如说不管苹果 或者是微软 微软当然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现在众所周知 PC产业预计 事实上已经下跌了 大概15% 未来这一年 当然因为宏观环境 它如果有变化 基本上是会往下变化 不会往上变化 那这也是为什么 它的供应链主轴 包括芯片产业 受很大的影响 我还没讲到 中国的经济迟缓 还没讲到中国的手机 对 但苹果毕竟还是一只独秀 对 但它也不能代表 整个的产业 那么像谷歌这样的一个 Digital Advertising的一个市场 那其实成长率会减缓 但是目前看来 并不会迅速停止 因为企业端的 支出到7月底为止 根据财新500 财报的统计 企业界的支出 Business spending 基本上 Year over year 是20%的成长 over last year 所以你从正二十 你要变成负的 就是大家担心的话 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 简单讲 就是用数据来说明 成长还是在前走 只是缓慢一点 微软当然会受影响 因为它是个人产业 那Intel有它自己的问题 比如它的制造前端 大概落后台积电 说它两代并没有夸大 两代 两代并没有夸大 一般来讲半代 这个一代通常是两年 如果你是最棒的 所以它说止落后一代 也不是特别的公平 那么AMD本来是很好 也期待台积电 NVIDIA一项 但是个人电脑一下来 AMD即使server工程掠地 也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半导体公司 这几家都是 超过60%的跌股 那么NVIDIA 它的high-end gaming Crypto 众手周知 都有它的挑战 但是它期待 Data Center Cloud 这部分给它一个动能 它大概在两年以内 这就会成为它整个的阻力 另外就是这个自动驾驶 这个技术要延缓很久 这个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最近这期的Bloomberg 基本上它不是延缓几年 是有可能是用 十年为单位来延缓 暂时不要去太在意 Tesla的Marketing Slogan 因为自动驾驶 天一变 路上跑出一只小羊 然后修车的人 放了一个没见过的Sign 机器就不行了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大 但是电动汽车 又是继续的加速增长 这也是第四次产业革命之一 所以简单来讲 方向是持续 只是动能有点吃完 这是产业 那个人的话 那是不一样的情形 这个时候当然应该是 要比较稳扎稳大 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人 并不是这么专业的 Day Trading 而且我所知道的这些 半专业型的不管用了各样的Hedge 其实都没赚到钱 所以这个整个投资的Paradigm 会回到一段时间 就是本来古典是 六成股票 四成Bond 那就在过去几年 也有道理说 因为Bond的利息太低 股票回收太好 所以就别管这六次 你就多放一点 现在很明显又回到六次 甚至是无误 因为季节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个人的情形 跟产业是有一点点 要加以区分的 太好了 这一组问题 我问最后一个小问题 那这个Hedge Win 当然听起来 小红对整个经济的前景 虽然不明朗 但是我们科技的成长 动力还是往前走 但是这个Hedge Win 大概你觉得 会到明年还是后年 会停掉呢 然后持续的 我们的动能再加速呢 我想要分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经济宏观 从历史来看 经济衰退的一个周期可能 第二个呢 要看地缘政治的风险 毕竟这个能源一上来 就整个事情就要改显 第三个看一下科技界 这个从历史上说来 通膨通常 目前应该在未来 还有九个月到一年呢 最多它就可能会到peak 但是从peak再回到呢 至少又要一年 所以严格说来 应该一年半以内呢 都会在这个通膨痛苦期 能不能回到2% 我是从来没相信过 就跟Powell跟Yellott说 这个是一个transitory 我从来就没相信 原因是因为供应链 我们知道那个问题 吊诡性的也短期内很难解决 供应链不解决 缺货呢 它就不会回到只有2%的通膨 所以利息上升下来 通膨不会完全下来 然后呢 这个经济 今年前半年算是shallow recession 什么-1.6啦 -0.9% 赵克苏说你算衰退 大家说实质还好 就业现在也是 失业率还不到4%以上 所以呢 接下来的6到9个月 是关键期 当然我们知道 进入衰退之后 平均来讲 也可能是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I think it's very fair to say 未来的半年到两年 乍至上都是属于乱流 或者恢复期 这是宏观 那么接下来对 地缘政治 大家更知道 很难预测 欧洲的能源 今年的冬天 众手周知都很辛苦 电动汽车真能取代吗 当然是来不及 因为它每天要建 好几百个电桩 它才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呢 远水不济进火 但是也是很亮丽的进展 这是个亮点 科技界还是这句话 重要方向都没有什么大改变 有些公司 它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脸书 它有些脸书自己的问题 那么社群网站 有整个社群网站的一些 那个时候有些bubble 这个我想都不代表整体的科技界 难怪孝宏博士是创投专家 勇往直前 但是也pain一个picture 一年半 这跟贺门赛不谋而合 到2023年加息不停止 整个波动也可能到明年年底 但是科技的动力还是十足往前走 非常好 这一组问题我就先停在这里了 也帮助我自己内心的疑惑 第二个问题也是帮电视机前面的朋友问的 半导体 你经过40年半导体的工业 起码经过四次或三次衰退了 这一波 起码这个礼拜有三家公司 下一季的盈云预警 AMD Visa2自己讲的 PC market跌40到60% 它受影响 第二 micron也是一样 第三 apply material 上游的机器 对 好了 全部半导体的上中下 全部都预警 你怎么看我们半导体的行业呢 半导体当然是科技的核心 不然美国现在也不会在地缘政治上 来禁止半导体先进制成 甚至开始限制美国的公民 帮助某些地缘政治对手 所以不可以为他们来工作 所以这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成为世界文明 因为台积电 这我们众所周知 我们也众所周知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产业 对 那么这个周期性没有改变过在过去 现在也仍然是就是在一个谷底 那我想就是要走过去 所以没错 apply material也是发布应御预警 然后谣传 英特尔可能要裁员 事实上超过一万个人 那当然它是正确都没有任何回应 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 好 那但是它这个当中呢 因为一个系统需要很多个组合 有要记忆体的 好可能多了 那么有要这个系统晶片的 也许暂时在未来这半年缺的没钱那么严重 可是它有一些什么类比的 像analog的 power的 这个是缺的 因为EV 电动汽车要好多这种 所以呢 这个生产这部分缺货呢 你一个十万块钱的汽车 少了一个本来两块钱 现在可能要卖 卖到五十块到一百块的晶片 它还是跑不了 准备把它一些功能拿掉 所以呢 你又会听到一些缺货 这都是真的 它这个周期 坦白说 得等整个宏观走完 然后股市前瞻性会反映出来 好 那另外就是 因为过去两年缺货 所以呢 半导体 这个各个地缘都在要有自己的 欧洲要盖自己的厂 因为不然汽车产业就趴了 对 美国要盖自己厂 不然地缘正是风险不能承受 对 那中国要盖这些厂 因为它要这个自给自足 这样子就一定已经引起 攻击过剩的前瞻 事实上根据这个专业分析师呢 有92家Foundry 在过去两年 未来两年 会继续再被盖 当然现在这么逆风一吹 这大概其中五六十家 暂时马上就会停下来 会延期 对 会延期 所以呢 坦白说是一个乱流期 乱流期的话呢 除非是真的好手专业 最好暂时别急着进场 那当然你要买指数 你要逢低累积型 在未来三五年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也不要太多 是是是 这已经解了我心中两个问题 有的晶片缺货 或有的晶片 现在还是存货过多 主要一部车子 自动驾车 可能有七百个晶片 高端中端低端都需要 所以一部汽车里面 可能都不一定 所以也可以解除 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似乎painting a picture 买卖半导体的时候 要有智慧 甚至你讲的 有一点Bailwater 渐进式的来买卖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一点可以再看看 你怎么看法呢 帮助我们观众朋友 渡过难关好吗 我们知道如果讲究投资 首先你要做资产布局 因为你有一些 可能是在房地产 居住之外的这些出租 或者是这个REIT OK 那再接下来的话 可能有些其他的资产 那么在这个流动资产方面的话 我们刚刚讲 可能要回到六四的布局 在六里头 你当然是以指数为骨干 那指数 其实斯坦普的这个 十一个sector 或者Q这些你要去布局 在这个前提之下 如果你稍微 你说过你要加权一下 因为它现在是低的 你也得采取标准运作 就是累积式分多期 不管你是分五期分十期 要在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 慢慢累积 专业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要有cash 那是假定你有cash 好 对吧 那么而且是买的是指数性 因为这一波下去之后 它还是会回来的 我们讲的第四波产业 还有电动汽车 仍然会继续往上走 只是你的回收量力时间 从未来的一两年 可能变成两年到四年的时间 对对对 太好了 已经有非常effective的两个selection 第一个 你是有一点像风向球的 中长级阶段性的投资 第二 肖红博士在endorse我的看法 你要留一点现金 不然真的好股票 稍微调整的时候 你没有现金买 就错过了 好机会 所以你必须心里有准备 而后的一年半 你必须阶段性的 中长期的投资买卖 留一点现金 这一组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半导体如何度过 半导体产业在过去的50年 已经度过了很多的周期 有一点不幸的就是 因为美国华尔街的短期 获利的压力 以及执行长 每几个人可以说 对董事会说 没关系 我们只看长期 大家都想看长期 可是也要对短期很敏锐 否则执行长自己的位置 可能就不保 所以多少都要做一些 很不行的瘦身性的动作 这我们都知道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还会有些存货过多 那周期呢 有些产品 本来是75周 现在的确变短了 变成50周或40周 但是50周或40周 还是很长 所以你会看见 什么存货过多 前景不好 工厂盖太多 那市场需求降低 这些都会发生一阵子 然后各个公司就要做 他各个的瘦身动作停止 但是我相信以台积电来讲 他会继续加码 因为他要维持他的领先地位 所以他原来宣布的三年 1000亿美金的投资 从今年开始 基本上应该不过就太大的改变 因为有智慧经验的厂商 然后又可以搞定懂社会的 就要做长期投资 历史上许多的数据证明 在低谷时候 持续长期投资的 在低谷结束的时候 不论是市占率 或者是股市回收 都有他很亮丽的回报 这都已经很证明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 因为自己不是搞那么定 所以就要做很多这种动作 刚刚孝红博士讲的 50年戏股 他占了40年 80% 整个矽股的繁荣 跟他有关系 所以他给的insight 绝对可以帮助你 度过这个难关 有一个好的一个CEO 中长期要兼顾短期 这并不容易 但是survivor 永远是股票继续地 往上跑的 非常好 最后一组问题 今天我要结束在 上半场这个地方 就是远距 现在一种hybrid的 这种科技办公的方法 对整个市场 有什么影响 是是是 我先加两句 就回答你远距 因为在过去这些年日 我也有机会亲自设入亚洲各地 比如说台湾 中国还有东南亚的制造前景 所以刚才我所看到的这些 其实也包括制造链 从亚洲一直到美国 这样子 好那么回到远距 远距现在基本上是正处于一个交替期 transition 大家从work from home 变成大致上叫做work from anywhere from home yes from anywhere yes to vocation home 远距 那么也一开始回来 hybrid 混合上班 23 32 这一类 然后心里面 管理阶层 希望大家慢慢回来 然后这个科技界 大家一直觉得 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我不是给了你结果吗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这处于这样一个拉锯transition 所以像有些IoT的产业 比如说是堵说大家回来 那么有些这些是我们的客户方面 就发现说 这大趋势没有像想象的 back to work 没这么明显 因为它是plato 那么甚至以不同的教会来讲 回来的人可能是40%到60%70% 了不起一般说来 对 大家有这么一个惯性在 对 所以呢 远距工作会持续成为新常态持久 对 那回来工作混合型也会长持久 这当中可能也不是三个月六个月 会有明显的改变 对 可能是未来这一两年呢 就持续的慢慢转变 别忘了 也希望冬天流感 加上这些什么其他的变种 不要再来找大家麻烦 不然呢 就又好不容易进两步 又退了一步 那这种远距听起来 在这种交接的状态 你如果进到2023年 萧宏博士你会觉得 这商机有多大呢 或者会不会创造更大的盈余呢 我所看到的 从这些重要的新的领域呢 到新的segment IoT呢 其实这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波了 因为它基本上已经处于 我说交气 between hangover 跟transition 跟混合型 跟进进退退 这不是一个稳健的 不如把重点放在云端 然后生成边缘预算 电动汽车 5G AI 这些才是real megatrend 刚才那个是一个生活形态 工作形态的延续 但不会再有爆发力 你不信事实上看一看 所有在疫情当中 程序爆发性的 讲的是zoom也好 讲的是pelotan远去 或者是甚至teladoc 这个远去医疗 没错 通通股市反映出 它的高峰已经跌下来 对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刘孝宏博士 也是我们YouChannel 频道的董事长 他40年在矽谷的 整个工作 无论是在telecom 无论是在互联网创投 商业文化的专家 上半场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非常enjoy享受呢 Howard Chen 陈少豪 豪老师 专家面对面 我们下次财经趋势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YouChannelTV.us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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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